原标提成强开20场演唱会 半途腰斩有苦难说 刘德华代商付出面临事业危机 尽管这些年娱乐圈涌现了不少新鲜面孔 但曾经风靡全国的四大天王 仍拥有一种始至不渝的粉丝 每当他们举行演唱会时 都会自发地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持 近日在洪馆举行演唱会的刘德华 也不例外许多歌迷了一堵天王风采 不惜花高价购买黄牛跳 然而在洪馆唱了近大半辈子的刘德华 居然在日前遭遇了滑铁路般的挫败 众所周知 刘德华的歌唱一直是香港城东效果好 口碑高的市区盛宴 所以每逢华在开场 圈内艺人总会慕名前来捧场偷尸 而一向低调的朱丽倩 也带着女儿现身支持 可见 对于这次的演唱会 大家都颇为期待 可惜开场没多久 刘德华就突然表情痛苦地对大家说 不好意思 真的唱不了了 随后 便对着大家公开了自己的健康隐患 原来在开场前一生就建议他不要唱 可是不想令观众失望的刘德华 却硬着头皮仍旧开唱 以至于喉咙发言 让他在演唱途中接连早音 最终不得不取消演唱会 为了弥补观众的损失刘德华 也公开表示会做好善后工作 接着便在全场大合唱 如果有一天重伤心羡慕 虽然滑载万般抱歉 全场观众也表示理解同情 再加上 各路明星发声之源 已经将舆论风向标 扭转到励志走心的氛围 但仍有网友吐槽其贪心好胜 更有身者与弹力气的诅咒 拎去填海算了 真是相当恶毒增几何时 久修复出的徐小凤 在2005年 也因身体不适而终止歌唱 被誉为歌神的张学友 更是在患上重感冒失声后 选择取消最后两场 当时 大家虽然偶有抱怨 可也未曾如此充满恶意 为何刘德华一次迫不得已的决定 竟遭如此攻击呢 原因无他皆是滑海这次腰斩 却是一味逞强的结果 原来这次演唱会筹备已久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今年初在泰国拍广告时 刘德华因重麻而受伤严重 足足调理了大半年 才渐渐康复演唱会 也被迫一再延迟 可是一大半幕后人员 却并没有就此解散 面临着手停后停 做失山空的状态 身为老板的刘德华 自然意见挑起众人的生计问题 咬紧牙关一口气开足20场 毕竟各唱开得越多资金回落越快 所以刘德华团队除了向洪管申请荡期外 还同时将眼光瞄准了台湾小巨蛋 期许能够两岸开花尽力解决资金问题 不过 却已期限太长驳回了申请 当时经文消息 众人唏嘘 不已 但现在看来小巨蛋还是明智的 毕竟以刘德华目前的体力 的确没办法连唱树场这种打肿脸冲胖子的做法 最终只能落得个过犹不及的结果 不过不管怎样社长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 刘德华可以看到名利好好修养